Hello 大家好 今天早上很早 早上有很多忙碌事件 記住煮一杯暖夜飲 外面很冷 保持溫暖 希望大家享受很快樂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問題 由我們的學生 他已經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他很努力 已經進步了很多 我非常驕傲 以及所有的學生 因為他問這個問題 我覺得是要和大家分享的 請大家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分享給所有朋友 很多朋友都可以受益 你們的時間都很寶貴 我也很感謝大家用時間來聽 這個價值的分享是一定有益的 對每個朋友 所以請大家分享出去 分享給你身邊的 你照顧給朋友 身邊的朋友 我們這個世界要更多的正確 以及更多的感恩 非常幸運 我們有機會去做我們做的事 我是非常感恩 可以用我的生活的經驗 去幫助每位朋友進步 這是一個很感恩 很熱情的事 有時會更熱情 那位朋友 那位朋友說 我是娛樂的 你知道嗎 如果你是娛樂 我就算娛樂 都要做得最好的 做得最好的 做得最好的 但無論如何 今天的問題 就是 我們這位朋友說 你很厲害 其實我沒有 她說 你很厲害 你怎會知道 你那些事 做了一段時間之後 會有效的 她說 太友善了 我回答她的問題 就是 不知道 哈哈 今天跟大家分享 就是 她提供很多事情 因為我們都算是一個 我們一堂裡面 我們經常溝通 她也觀察了我做很多事情 有時 即個專業 跟各位朋友分享 特別是我們的教練們 你的努力 你們的學生 朋友仔 你的圓圈的朋友 會看到的 這是非常重要的 是否需要特別去 不說 不需要特別去 說出來 但你看到的 人們會知道 你很勤力 現在你是專業 她會看到的 你有心 她會看到的 她就說 你做這些事情 你怎會知道 例如 例如 三年後 會有效果 例如 你練習的技術 你練習的技術 你一開始練習的時候 你是未得到的 你練習一段時間 一年之後 變成這樣 例如 大家也知道 我們有YouTube 你看到這段影片也知道 我們有YouTube 歡迎大家 再次 你看到我們YouTube 怎會知道 YouTube會突然間 三 四 五年 差不多 做了那麼久 會達到這麼多朋友 怎會知道會成功 其實你是不會知道的 其實你是不會知道的 別嘗試去預計 這件事 因為有很多的因素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 概念 師傅教我 希望我可以利益到大家 一個叫做 Fail early Fail often Fail forward Fail forward 之前有一個很成功的 現在也是很成功 他繼續去成功的 我很尊重的一位老闆 他經常都說 我又要去失敗 我又要去失敗了 他又要去失敗了 如果他失敗得多 他會說 我才會成功 他經常都要去失敗 他經常都要去失敗 他都會說這件事 這件事 在我心目中 是一個很刺激的事 他這麼成功 他都會肯去 試新事 他接受他自己的導師 他自己都有導師 師傅教他 他都會願意去失敗 Fail forward 不是說你失敗之後 你就會不理會去失敗 是你學習從經驗 你接受批評 各種各種的正確 的評論和反應 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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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非常重要的 另一件事我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怎麼會知道 各種各種事 其實我不知道 OK 不過很明顯是有人給我這樣做 誰會這樣做 就是我的導師 我亦都會問我的導師 這和大家分享非常重要 就是找你的導師 和很小心地找到 坦白說 我都很價值自己的時間 我都希望你們價值你們的時間 你們的時間來看片段 我每次都覺得時間很重要 如果我去學習 我抽時間去學習 我都會找一個專家 記得一定要找專家 一定要找專家 一定要找專家 重要的事情要講三次 所以你們都應該抱著心態 那個人 有沒有資格去教你 這個非常重要 這個不是我講的 這個不是我的客人講的 因為有一次我跟大家分享 我的客人跟著我很久了 從清水灣跟著現在 有一天 他跟著一個教練 我還沒去到之前 他跟著一個教練 然後突然說 不知道是甚麼事 找另一個教練給他 就是沒有認識那種 對我來說 不不不不 不不不 因為你是要問那個客人 我可以 我代教練 這個我一向都不喜歡 因為教開你 就教開你 就不要去別人教 但無論如何是另一回事 然後第二個教練 他教他的兒子 然後他就說 你做甚麼 今天我來代課 他就馬上說 你有甚麼資格教我的兒子 就是這樣說 你說他串也串也好 但他有一個點 你問過他 他覺得OK 那就OK 所以變成 各位朋友 如果在外面學習 突然間有一個新教練 我覺得 其實 不是那麼適合的 因為你在學習 每一個導師教練 都會有些不同 教學不同 體驗不同 應用不同 應用不同 手法不同 微波不同 如果你是 請大家尊重一下自己 你的時間都很寶貴 不是哪一個導師 很不好的問題 是 你要確保 你 得到資訊 你覺得 是一個專家 教到你 當然每一個人的 是不同的 有些人說 我沒甚麼所謂 沒甚麼所謂 但我覺得 要有所謂 最後 他和你分享 那位其實是很成功的 他是一個很成功的律師 他又不喜歡 他很喜歡專業的 然後 他後來就說 他後來就說 另外一個 請了教練回來 不是啊 他都有很好的經驗 解釋回這件事 其實我坦白說 我不會解釋回這件事 我會說抱歉就算了 突然交代 要為客人 不是算了 要為客人 不會去 不停去找理解 後來他就說 對 我確定他一定有個經驗 是哪種經驗 哇 要這樣說 所以 各位朋友 請你們 當你去學習的時候 確定要找一個專家去教你 然後 當你找一個專家教你 就是要去信 去信 去信 去認真 做他叫你做的事 他可能叫你做少的事 他未必會叫你做多的事 做少的事都是很重要的 因為不是 更多是更好 今天在答案 你怎會知道 長期的結果 長期的結果 其實你不會知道 但你可以做最好的事 去令你有這些結果 如果你找一個專家跟你說 他走那條路 他告訴你 他有心教你 你有心去做 其實機會高一些機會 做到這些結果 是更多 還有另一件事 當然是我的分享 因為沒有天分的我 就是叫做 work harder 那你就說 Jay Coach Henry 你經常叫人家 不是more is better Yes 那這就是我的答案 work harder 當然不是more is better quality more than quantity 那你剛剛才叫做work harder 不是 quality 做少少 but do it more often 做少少 and do it more often 如果大家有些客人 都見過我 經常叫他們練 每一招練 shadow movement 早上做少少揮動 每一招做十至二十下 which will not take more than two minutes 每一招做二十下 and do it for 100 days 或者你晚上都做 或者lunch time都做 兩分鐘 which is not very much Little but often 你叫做quality not quantity 那你還要和我分享 令到你會熟悉這件事 因為你的 body 和你的 mind together you become one system and 它一定要 get used to 去消化那些 information 那些 movement especially movement patterns 這個我和大家分享 非常重要 而且一定要看long term 不是短 term 非常非常重要 有些人說 我一定要短 term 拿到這件事 yeah great man 那你那些例子 我經常說 例子就是麵豉湯 還是老婆湯呢 這個你自己消化一下 想一下 那碟菜炒出來是好吃的 還是快餐呢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 那這個就是 今天的分享 是一個 question from我們那個客人 非常增加很多 and 他會有一個 design 他很特別的 就是他永遠不會 satisfy自己的performance 這個有時候 有時候我都會叫他 不要緊 Don't worry enjoy life man take it easy 因為他 push自己 都挺厲害 所以他就進步了很多 所以這個 和大家分享 他由一個禮拜一次 然後現在增加到一個禮拜三次 and I'm really proud of him and I'm also proud of all the other guys which he dedicate to his上課 我不是說 不是說一定要一個禮拜三次 我才 proud of you no 是你每一次on court session 你用多少attentiveness 你用多少心去練 你有用100%去努力 我就很 proud of you 有做功課 有思考 那就會很 appreciate 其實你也看到result 那個curve acceleration 那個curve of results learning 不是直線 是一個 這樣 這樣上的 and 教練是要陪著你 所以今天的分享 就是回答那個 你怎會知道 long term有result 其實我是不知道 但我們會去trust 這件事 after 我們會找我們的mentors expert mentor 他叫我們的路去做 我們跟著他去做 and繼續去work harder quality and not quantity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分享 希望不要介意 希望我們的sharing 大家enjoy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and share with some new朋友 讓多點朋友借多你的受益 and你們的時間都很 valuable 所以記住珍惜你的時間 學習的時間 非常重要 最後的分享給大家 就是例如 我要坐車一個小時 香港人是不會坐車一個小時的 還是當啊 當啊 我坐一個小時的車 然後去練一個小時 然後回來一個小時 三個小時 ok 我當你三個小時 學了一個小時 不過那個小時是Quality ok 好過你練兩個小時 是完全是沒有Quality 沒有效果 沒有resource 那你說不是啊 我省了時間 那段時間 其實in the long term 是浪費了 如果你每次是 用三個小時 例如一個小時去 一個小時回來 你那段時間 可以read a book 看片 study before the lesson 有些朋友說 上課之前 看片 是進步了很多 因為他已經visually 在腦裡 有了個message 當他學上課的時候 他自已一開始 其實已經來了 他的 mind and the body 他準備了 mind and the body 我跟他說 坐車 一個小時 看一本書 是很快過 為甚麼我知道 我試過 我坐兩個小時的車 去 做功課 看書 我試過 long term 這個我也做過 拿到results 以前我 要pass SAT 美國的entrance exam 去拿scholarship 飛去美國 NCA 我是不停去兩個小時 玩 SAT 我拿到results 不需要分享 unless你們很想知道 I got a good score so anyways 和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喜歡 我下次再和大家聊 有甚麼comments 隨時寫出來 有甚麼question 你們問 Welcome all positive feedback 多謝大家收看 希望在oncord 見到大家 with high quality training 下次再聊 拜拜